这个提案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一个提案 因为在官方上面没有人对这个提案给出任何的反对意见 这个提案呢就是28号提案 说让公立学校提供艺术和音乐教育 那在加州这个官方提供的资料上面呢 这条提案的描述是这样说的 说艺术和音乐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 能够帮助学生在学校和日后生活中学习发展以及取得成就 接受艺术音乐教育后 学生可以提高数学阅读和其他科目的成绩 学习创意性与批判性思考 提高出勤率自信和心理健康 我不知道大家听出来 就是他刚才这里边写啥呢 说你学了艺术还有音乐之后 会帮助你提高数学和阅读的成绩 我想想我想请问就是说 他这个到底是怎么达到的哈 你学你学数学你才能提高数学成绩啊 你学音乐你怎么能提高数学成绩呢 你为什么开始学艺术 那咋怎么说呢 要是说到这哈 我就得大言不惭了 我天生就吃这碗饭的 是吗 你知道我为什么吗 因为我就是数学学不好 然后阅读读不好 所以说我就选艺术 哎呦你这么谦卑啊 所以我现在就想问的呢 就是现在在学校里面上课的孩子 他们真的缺的是音乐和艺术的教育吗 数学你学好了吗 阅读你学好了吗 最基本的东西全部都没教好 然后你现在在这边说什么音乐跟艺术 特别是加州 对 就是加州净了整的没有用的事 音乐跟艺术 不可能帮助到你的数学跟阅读 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基本的常理 你要数学好 你就要好好去学数学 你要阅读好 你就要大量的阅读 而且大量的做题 这就是你提升成绩的方式 不是说我数学学不好 我去弹两个曲子 我回来夸 哎呀妈呀 数学一下上去了 梦里啊都不会有这样的情节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对这个公立学校 你们还有什么信心吗 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家长 包括在加州的人 对公立学校没有任何的诉求 数学你就好好教 阅读你就好好教 该学啥你就学啥 你别跟我教那些没有用的 什么男的不是男的 女的不是女的 他们在数学课里头 他们都能混进去说 你男不男女不女的这件事 你觉得他们教了艺术之后 会变成什么样 而且我必须说了 就是以前的艺术 你教艺术的时候 像我在读服装设计的时候 我会有写什么艺术历史啊 我就要去看哪些画啊 然后什么样不同的手法 然后什么样的东西来去创造出来 什么样的画叫做美的 但是现在他们要教的东西 基本上啊就是现代艺术 那现代艺术就是那种什么 一个黑色的正方形 你挂在墙上 然后说哦 这个是跟犹太人那时候 纳粹的时候 什么东西有关的 代表什么空洞黑暗 你要可以从那里边看的都是 你要想象出来这东西 现在教的艺术 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的艺术 还有那种行为艺术 什么拿一根香蕉 完了贴胶布贴在墙上 对对对对对 那现在还有什么 现在的艺术基本上就是一个 冲击的一个感觉 像说他们弄一个黄金的马桶 然后把它取名字叫做America 这就叫做艺术 然后一个法国的女警 在地上尿尿的一个雕像 这叫做艺术 所以他们的艺术 是拿来冲击这个社会 还有支持他们的意识形态的 所以我绝对不会支持 这个样子的东西 继续在我们的教育里面 不会让我的小孩去上公立学校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 有越来越多这样子的人 他们没有自己去轰诉的 就会从那个样子教育里出来 对因为其实说实话 现在在我们社会里面看来的话 能够负担得起孩子去 私立学校的不多 然后能够真正实行家庭教育的也不多 其实大部分人还是持续的 把小孩送到公立教育里面 那你在这种情况下 你是想要让公立教育 他们更多一条路去污染你的小孩 还是说你认为现在已经够糟糕了 我们要往回搬一搬 你到底想怎么样 如果你要是觉得说 现在还不够烂 我希望我的小孩更左一点 那你就投yes 如果你要是说 现在已经够烂了 不行往回搬一搬 我就是让我孩子 把最基本的先学好 数学你先给我整明白 阅读你先给我整明白 那这样的话你就是要投no 而且呢 这个法律里面还说啥呢 说这个我们增加了这个音乐 还有艺术之后 哎呀能增加学生的出勤率啊 这话都能说得出来 你一个学校 没有人愿意来上课 你非得开个音乐课跟艺术课 你才能吸引孩子来上学 这不就证明你们学校教育是极其失败的吗 没错 你们师资跟教学方式是极其枯燥的 所以这个是学校要去反思的地方 而且音乐不一定就是可以提升出出息率 对吧 这个是学校要去反思的地方 是不是 你当老师你干啥的 你得把课上好 你得让孩子能够听明白 题目讲明白 重新讲 能让孩子爱听 你激起他学习的那个兴奋 是吧 而不是说 哎呀你不爱听拉倒 那咱们就开个音乐课吧 以上来说呢 基本上这个法案就是通过 创造更多的机会 让左派来洗脑小孩 因为在艺术行列里面 我们这么多年的实践经验 全部都是极左的人 混迹生活的地方 他找不到工作 这帮人就是去公立学校去应聘 然后去教你小孩了 变性人同性面集结的大本营 所以很多做艺术的人呢 他们对这个艺术的方面 这个概念都有极神极神的误解 有什么裸体啊 就是艺术了 穿个背心裤衩 那就不是艺术了 所以他们现在这个艺术 完全起到一个相反的作用 是完全诋毁文化 而不是这个展现美呀 展现什么艺术角度 完全都不是那些东西了 没有底线 没有任何的底线 那搞不好你到时候开个画画课 他们就给你请一个什么 做过手术的变性人来着做裸体 模特让人家小孩画 这是极其有可能的事情 或者说什么 我们今天呢 也要学会 拿什么模特的同理心 所以说呢 你就脱光 然后上去给全班同学画 这种事情也是有可能发生的 然后年轻人可能会在里面 Just don't do it 对我跟你讲 就是这个实在一想 你都不知道能想出多少直线 实在是破坏大脑的一种行为 所以大家不要想了 这个赶快头脑吧 '. ' '